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 纽纽争选的创办人 纽纽来到现场 我们欢迎纽纽 嗨大家好 我是纽纽 很高兴邀请到你来做一个 创业故事的一个专访 那我们很好奇 我们纽纽过去是什么样的工作背景 怎么会来接触我们这个直播台的工作呢 直播台的工作 这个要回溯到蛮久 很久以前对不对 当时可能还是学生刚毕业 我们就有一个创业的一个梦想 其实当时不太了解这个叫创业了 不晓得 它等于算是一个无心插流的故事 因为小时候我很爱漂亮 然后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没有很认真在上课 所以说真的 就是常常请假 然后去咖啡店 然后去一些美法沙路店 去或是做指甲 那旁边就会很多那种妈妈贵妇客人 然后就会看到我身上的打扮 她说 她说牛牛你的手表很好看 是在哪里买的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在台州哪里哪里 她说是哦 我不知道那里在哪里 下次你如果再去的话 可不可以帮我买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好啊 OK 然后所以就 因为这样之后 旁边的人call的相传 知道说 牛牛她身上的东西不错 然后他们就说可不可以 就是请我帮忙带买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的变成是 现在所谓的带货 那时候还没有带货这个词 当时应该不太了解这个行业 应该不算一个行业 对 就想说就是帮忙 就不说帮忙购买而已嘛 对对对对 帮忙买这样子 对 那其实当时还遇到一个 蛮特别的机遇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后面 启发我就是直播之路啊 对一个转折点 蛮重要的 对就是一个妈妈嘛 我刚刚说我前面就是 这些都是算妈妈 对 然后她就告诉我说 欸牛牛 我们啊礼拜六的时候啊 有一个聚会 新居落成 是 然后大概呢 每天那个一百多个人 我的亲朋好友这样子 对 那我邀请你来参加 那我看你平常都有很多东西 那你可以带一些视频类 那个比较好期待 那你带过来给我们看这样子 是 然后我就说 啊好啊好啊这样 然后心里就开始想说 哇太好了 一百多个人 然后如果说 那个姐姐阿姨妈妈们呢 如果说都买一年年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做生意 是 我小时候是家里的大人在忙的时候 我会一个人 然后就是摆一个小桌子 那种棋盘格 就是下棋那种格子 然后摆在门口 然后描绘那个故事书的话 是 然后如果有小朋友经过啊 我就说 要不要来买画啊 要不要来买画啊 然后他们就是会过来看 我还在那里标注 就是如果说我画得不错 我可以标个五十元 然后如果画得还好 我就标个三十元 是 所以我小时候对做生意 我就还蛮喜欢 嗯 然后那个时候 我心里想说 哇太好了 就是要到那个阿姨家 对 然后我觉得 就是还蛮特别的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要想办法去买到 一百人可以买到的东西 因为如果只有两三样的话 也没有可看度 对啊 对 然后OK 于是我就买了很多的项链啊 饰品类的东西 因为它就是比较好入手 对 然后呢 我到那边的时候 然后我才发现说 哇 它那个聚会 不是刑居落成 好像是某个宗教的 是 那个聚会 对 那因为我本身对于宗教 并没有特别的 的一个信仰这样 是是 对 所以我就赶快想说 帮我找个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 想要买东西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帮我找 赶快找个理由 然后先落跑 对 然后于是我就 就到金益监那边去 对 因为那时候方便携带嘛 然后那种 一卡皮箱 对不对 那种道具店 那种皮箱 对对对 对 然后我就这样带着 然后就到那个 金益监那边去 对 它停车场的旁边 然后有一个台面 就是放在那边这样子 对 那因为我本身也都穿戴 漂漂亮亮 真正奇奇的这样 是 然后路过的人 然后就跟我说 你有什么不要到里面去 因为我们晚上的时候啊 天黑了嘛 那饰品需要亮度 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记得 还拿手电筒 就是有人经过 真的确定要看的时候 还拿那个手电筒 说你要看哪一个 好简陋 对 因为我不想要 再更多的成本 放在这里 因为我只是希望说 我准备了这些东西 赶快转手卖掉就好了 对 结果没想到 我觉得跟不一样的人接触 变成是我觉得 很大的一个兴趣 我觉得很好玩 重点是我觉得很好玩 对 对 然后就是 我记得我为了要把一对200块的耳环贩售出去 我跟一个 我现在印象很深刻 他是花莲人 对 然后跟他交谈了聊天 聊了一个多小时 是 对 然后但是呢 我卖出了这200块的耳环 我很高兴 是 对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 然后成交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 对 然后所以就后来也因为这样子的累积 我就在里面去租了一个产位这样子 对 然后呢就慢慢的演变成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只有卖饰品 是 然后我身上穿的衣服啊 有时候甚至是说 大家会问对不对 问就算了 他说 我看你每次都穿不一样的你这件直接脱下卖我 我也不要等了 就是你直接脱下卖我 就是他们就变成说我身上穿的 他们也会直接拔走这样子 是 然后呢我就想说 哎 要不然也来拓展一下 就是服饰服装这方面 对 对 所以就找到了店面这样子 是 对 然后呢就拓展到店面 就变成就是全方位的 饰品啊 有衣服啊 鞋子啊 包包啊 这样子 这些都有 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契机哦 所以就那时候就成立了我们一个扭扭 一个算选物 争选的一个开端 那其实这个名称也蛮特别的 对不对 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个介绍吗 因为我个人就是摩羯座 对 我比较龟毛一点 是 对 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会在 比如说网路上 看到评价不错 然后就直接就销售了 这样就很快速 对 那因为你网路上数据不会骗人 是 可是我就是比较龟毛 我就会自己也使用过了 然后我觉得真的不错 然后我才会推荐给大家 因为后来就是直播的关系 然后除了就是服装啊 饰品啊 这些配件类的东西之外 我有贩售一些保健食品类的东西 对 比如说胶原蛋白啊 然后现在健身都会想要喝的那种乳清蛋白啊 对 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酵素果冻啊 这些我都有 对 包括防弹咖啡也有这样子 我觉得这算是后来我们一个拓展的一个方向 对不对 对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回过头才谈一下 就说我们当初沉溺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开始 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忌讳 就突然我就批了货 然后突然我就去为了销售这些货 我就找了一个店面 然后就开始了我们贩售 然后衣服 然后其实那时候也增加了自己蛮多信心 你会发现大家对自己的对我们牛牛的美感 是很有支持跟信任度的 对不对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一个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挫折 就是你在扩大营业的过程中 有没有在经营上啊 遇到一些困难销售上面 销售上的话 如果以店面的那个时期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有一个客人的问题 因为后来很多人我就发现说 奇怪为什么逛街的人变少 对 然后我就开始去了解 原来就是后来很多人转到 就是直接在店商团购 就是网路上的购买这样子 对 然后我才发现说 那现在很多人都是很懒的逛街 是 除非去逛那种百货公司大品牌的 对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种自己挑选 他们可能会在手机上直接点选 那很方便直接就会寄送到家里 对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好像应该要改变一下方式 是 对 然后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就是在网路上的 那时候Facebook 我就成立了一个 就是公司在使用的粉丝专业 对 然后我就开始 本来就是店里面都会有一些衣服啊 我们本来就会拍穿搭 然后会就是会拍给客人看 是 那我们只是换种方式 就是把照片 然后放在我们的粉丝专页 是 然后做抛文的动作 对 然后跟他们说 你们如果有喜欢哪个品项 那你们结的就是储存图片 然后私讯给我们这样子 对 对 当时你这边有经营一个团队帮你做 一起做这个粉专的营运吗 当时是自己 自己一个人 自己摸索 对 就是当时的话就是还有跟我的妹妹 对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两姐妹就是一起做这样子 是 对对对 所以其实完全凭借着自己一股热情 然后就是从店面 然后又开启我们粉专 然后又开始 后来还有一个转折 我们进行的直播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后来就是 因为我们店面也是需要定期的到韩国去选货 去销品 我们的货品来源选物是从韩国进口 对对对 我们都是会亲自到韩国去调货回来 这样放在店面 那那些熟客就说 你们要去韩国了 然后我们很期待你们回来 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 就是会看到那个行李箱啊 就是在地面上 然后他们就会很很很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看说行李箱里面的新品是什么 是 对 然后那个时候 我想一下 那个时候就是有客人反映到价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po上去了之后 然后开始就是定单量变多 因为我们po上去之后 我们的价格本来只是跟我们周遭的商圈的店家竞争 对 那po上去之后你等于是全省的服饰店 韩货的服饰店在竞争 对 所以相较之下 因为网路上当时还没有所谓的一些管销成本 那所以我们就会把利润降低 我利多销这样子 对 那很明显的在那个时候 发现电单量开始暴增 然后到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然后讯息量还是很多 很多人在说 那一件还有没有货啊 我想要买那一件啊 什么时候到货啊 然后我们就是像之前的时候没有像这样导入系统 对 我们都是人工手写 嗯嗯 就一件一件谁要 然后呢就一个纸袋 然后把那个货装进去把它定下来 都是人工手写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我们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我们都会到韩国去嘛 嗯嗯 那有一次去到韩国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网路上已经做了 就是小小的有成绩了 是 对 然后我们到韩国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神的旨意 一股非常强烈的灵感 对 告诉我你就是要直播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开了直播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戴了大大的蕾鹏眼镜 嗯嗯 然后在韩国 因为韩国很有名的美妆保养品 是 对 然后我就在那个美妆保养品店 然后就戴着大墨镜 然后就直接开直播这样 然后就跟大家说 哎呦我们现在在韩国 是 你们要不要看我们现在在哪在的地方的商品啊 这样子 对 然后 然后他说我要看口红 然后我就一个一个拍给他们看这样子 嗯 然后他们线上的都觉得很有趣 我们也觉得很有趣 嗯 然后于是从那一次有第一次之后 对 我们就觉得哎 还蛮好玩的 嗯 就是可以及时的线上互动 对 那客人也觉得很新鲜感 嗯 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听到我们的声音 因为这些客人也都在外线市 对 对 然后听到我们的声音 看到我们的人 然后看到我们介绍的东西都可以及时的 很同步的这样子 嗯 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整理好 我们这次拿回来的货的时候 我们也在我们的店面又开了直播这样子 对 所以有了第一次第二次 然后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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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现在这样 是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开启了我们的一个直播之路 对对对对 然后发现这样子的跟粉丝互动 其实会增加跟粉丝的黏着度 对对对 这是一个对我们在经营的创业的过程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助力跟发展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在早期经营啊 你自己针对你自己想要 嗯 从事这个服饰的产业 你自己是用什么样的心境跟理念来经营这个品牌的呢 我的心境跟理念 对对 你有一个 比如说 你可能都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经由你认真挑选 其实都是透过你的美感去筛选的 包含选物 其实也是你的方向之一嘛 比如说我们的物品我要从韩国 我的品质我要兼顾 对对 然后包含可能未来的选物的方向 可能不只是衣服方面的 我们可能都是全身 其实这也透了 全方位了 对全方位对不对 对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是很多台湾的厂商 对 然后就会问说要不要配合这样子 嗯 所以现在变成就是生活版货品 嗯 就是生活用品类的 对 美妆保养品类的 然后请聚类的 嗯 你觉得还有什么 你你你提出几个我看我有没有 我觉得太多了耶 生活是什么 你看穿的用的你说家电 对家电也有 美容家电嘛 然后保养品 头发用的 发品也有 对的零食的零食 还有台湾的泰国的 然后还有日本的韩国本来就有了 对对这些都有 其实这很有趣哦 其实这都是看你过去这些时间 嗯 你在经营这个粉专啊 然后这些粉丝跟你的一些 呃忠诚度 嗯 那他们就跟着你一直以来到现在 其实其实过了很久 对 其实我的 很长一段时间 对 其实我的理念呢 就是会 我的初衷就是说 女生就是爱漂亮 对 然后我希望女生就是自己会多爱自己 嗯 就是你宠爱自己多一点 是 然后呢 可能你不知道你要怎么爱自己 嗯 那我就会说 那你来看我 对 就是我每天不管遇到什么都是正能量 嗯 就是笑就对了 对 我就像是刚刚我也跟我的客人说 我觉得笑比哭容易多了 是 因为你笑的笑的事情变顺了 嗯 哭的哭的 问题没有解决还变得困难 对啊 对对对 自己心情也不好 对就是正面的去去挑战 就是呃 去面对你所就是生活上所带来的困难跟挑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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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笑的笑着是困难也变简单了 对啊 对 会有那种感觉 因为你会变成你的心态是已经放平稳了 对 是比较轻松的 没错 对 嗯 对 对 我觉得这也是粉丝愿意跟着你的原因 我看到我们妞妞都是用笑着的在陪伴他们 对 所以我就是刚刚说如果我不知道怎么爱自己 那你就是常常来看我的现场 对 然后呢 我希望说大家跟着我的人 就是跟着我的粉丝啊 朋友们啊 大家就是可以在我这边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美丽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你独一无二的魅力 只是你没有自己去发现而已 是 对 然后你可能会就是经由这样子看到我的时候去反思自己 或者是说 哎 你觉得我做的这个我等于算是一个范例 对 那你会觉得说 哎 他这样子做我也蛮喜欢 不然我也来试试看 对 对 所以因为我自己有开发自己的面膜 那我就会 如果我自己附的面膜 我就会发在线动给大家看 嗯 就是代表说我真的每天都在使用我自己的东西 对 那我用了之后一天两天三天 嗯 然后到三十天 你们看到的那个感觉是 怎么样呈现的效果是怎么样 对 那你们去用的时候 因为我希望大家就是穿漂亮的衣服之外呢 你的皮肤也过得 也顾得非常好 对对 就是 呃 让旁边的人看到说哎 你哪里不一样了 然后你有散发出你独特的魅力跟光芒 的确是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牛牛爱我们粉丝的方式之一 对不对 对 他们都觉得我很像 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 对 对 就是像我如果对待员工的话 就是把他们当家人 对 去关心啊 然后去了解说哎 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 对 那如果是呃 客人的话就是把他当成我周遭的朋友 去分享 嗯 对 我都是用分享的概念 对 对 那再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有没有一些顾客的例子 有没有带给你一个一些成就感的来源呢 顾客的例子 很多哎 很多 对 成就感的来源 我觉得普遍啊 我来举就是 通常客户一直始终跟着你这十年来 对 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就感跟知识 对 如果以服装来说的话 对 因为我有很多评价 是 对 我我简单想要 因为我怕我等一下忘记 嗯 就是有服装的 对 然后还有我的 刚刚有提到那个保健品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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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膜有一个 对 然后有一个酵素果冻的 有一个 对 对 那以服装来讲的话 就是 本来我一个会计师几节 对 然后他都是 就是我们在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 一些 一些账款什么的啊 对的一些事情 税金什么的 然后我们会碰面开会这样子 对 然后我总是看到他就是穿很素面简单的T恤 然后跟牛仔裤这样子 嗯 对 可是因为我不会去 我不会因为我的工作想要去推销人家 我不会 对 然后就是 就是会每次跟他聊天 就是会谈一些事情这样子 嗯 谈工作啊 或者是工作谈完会聊天 对 就一次一次一次这样 然后后来慢慢变熟了之后 他就觉得我蛮有趣的 嗯 而且很亲切这样 对 然后又很活泼 很搞笑 有时候也很搞笑 对 蛮 有时候是天兵吧 傻大姐 他们有时候都会说我是傻 没有这样 对 然后就是我很容易交朋友 所以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工作的原因也是这样 我就很喜欢交朋友 然后我会跟大家什么东西都可以聊这样子 对 对 然后后来他就好奇 他就说 那你什么时候会开直播 嗯 我要上去看 对 对 然后 还换他好奇的 对对对 然后后来他就看到我在韩国介绍衣服什么 嗯 然后就开始他就开始买购买衣服这样 对 然后呢 我很大的成就感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他本来穿的很素 素雅 对对 对很素雅 然后我都没有去讲 就没有说 欸姐姐我觉得你可以带就是什么 我都没有去提到这一点 那后来就是他好在看我的直播 然后他开始有时候我在线上会推荐说 这个东西有写你的名字哦 我觉得这件很适合你穿 我就会开始会这样子讲 然后他可能有时候说 欸姐姐姐姐姐 这件很适合你哦 嗯 然后他就真的听了我的建议 对 然后他就下班了这样 对 然后后来我就是在跟他出来开会的时候 然后我看到他身上传 就是他不仅仅只是 就是他本来很素雅 可是他后来他变成就是我卖的耳环啊 小配件呢 他有购买 然后他就开始有装扮自己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有点开心 嗯 我现在讲这件事情如果在播出后啊 他应该这件事情他不知道 哈哈哈哈 对对 就是我就是开始他就变得比较活泼一点 然后呢我就觉得还有他把他自己的那种优雅 还有专业度也传出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各行各业 人设你的人设很重要 对 你快计师或者是你是大老板 对 或者是像我们是属于比较流行性产业的串搭 嗯 我觉得这个形象还蛮重要的嗯 对就是形象就代表你个人的一个算是门面吧 对对 你有发现其实这也算是你的核心价值哦 其实你在五行中帮助这些女生女人 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美跟自信 爱自己的方式 爱自己 对对对对 把自己最好的样子表现出来哦 其实我们除了专业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魅力 对对对对对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请你 面膜 嗯 面膜啊 对对对 我们有开发面膜 简单说 好 面膜的话就是我有一个客人 然后他就是下个月要结婚了 然后他说他皮肤很干 对然后后来他敷了 他就跟我说他要急救有没有办法 我就说好我赶快火速的隔天明天呢 把他寄给你这样子 神救援 对然后他就敷了 敷了之后呢他在线上的反馈 他说他结婚那天的妆感很服贴 然后脸也很亮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我也很成就感 对真的 就是当下他最紧急的时刻 你赶快提供给他 那是要赶快寄货提供准备 对啊 好紧急 而且这种像这种事情我都不敢忘记 因为这个很重要 女生一辈子结婚那天很重要 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也算是有帮忙到人家 然后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有 对然后那个酵素果冻的话 就是因为我的客群很多都是贵妇妈妈 就从以前到现在都是 对然后他们就给我反馈说说吃了之后真的 小腹有稍微变平坦 然后有变瘦什么之类的 然后都觉得很高兴 就是他们 因为我觉得体态是最直接的 当你的体态变好的时候 你无形之中 你就会散发自信出来 你可能本来会这样子 就是有点胆怯 觉得没有什么自信 可以把你的衣服表现出来 手都不知道怎么摆 身体不知道怎么站 可是当你的线条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知道 我漂亮的地方在哪里 举手投鼠完全不同 我觉得这也是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过程 其实纽红在做的事情 包含你的玄武 其实都有考虑到 怎么样让我们身边的粉丝 可以跟着你一样变美丽 其实这是你最大的希望 这个也是我的动力来源 对 有时候 因为我们也是会 尤其创业的时候 你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都要顾到 我们可能要算账 然后拆货 连什么公司的马桶有问题 你都要去想说怎么办什么的 要跟原本说 有限时面 很索的事情都要自己去面对 对 所以有时候当你累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去回想 感想说你的动力在哪里 什么的 然后重点是因为我还有 很爱我的父母 他们给我满满的底气 对 所以我就会告诉 当我很低落的时候 我很累的时候 就会告诉自己说 就是因为我父母给我的 慢慢的底气跟很爱 所以我不努力不行 对 就是我会很希望说 我可以回报他们所给我的一切 对 因为那就是在我小时候 这些都是衣食无缺 都没有后顾之忧 是 我觉得某一部分他们也是让你自由发展 然后让你完全的做自己 然后让你开心的在这个领域 你可以完全发挥你自己本 其实是你本身的个性也蛮开朗 喜欢接触人群 因为我爸妈也很开朗 他们是第一批你的贵人 我爸妈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贵人 对 他们的影响 当然是影响很深远 对 影响你先天 然后到后天你在创业的过程 绝对都有帮助你在这个拓展的脉 然后帮助粉丝的过程都有 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 算是我们未来经营的营运的方向 我们来做一个大概的简介 就是未来的选物的方向 对不对 选物的方向 对 还是一样 就是 全方位 东西我都是会自己挑选的 这是最主要的 就是平常自己都会使用的东西 然后才会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是 然后也是 未来也是就是你刚提到的全方位 对 但是除了主轴原本的服装 服装啊 保养品 保养品 然后还会有一些保健食品的 是 可能生活周遭我们都会开始做一个推荐选物了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些口碑 它无形的东西 因为通过我的努力 对 然后提供给大家的服务 对 它就是转变成一个信任跟价值 嗯 那我会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可以提供更多的选项给大家 是 因为我可能就是因为直播的关系 大家已经很熟悉我的声音了 是 然后常常打电话说 我觉得好特别哦 我跟你讲电话 就直接跟牛牛讲到话 就不是在直播上提到 那我很像是他们在生活周遭里面的一个好朋友 对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希望说除了服装之外 他们大家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会用得到的东西 我可以是这样子的一个代言人的一个形象 然后来帮大家做介绍跟分享 那他们会知道说牛牛她介绍推荐的东西应该会不错 那我基于就是过去这几年对她的信任 那我觉得我会想要买来试试看 这样子 对 而且其实是因为你一直以来都是始终如有 我们都是只推荐最好的东西 而且都是自己亲身体验过的 对 那这也是粉丝相信你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那再来就是我们其实从事这样的创业 说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其实有经历过程心酸 那再来我们想要给一些创业者的建议 你自己在这边会给怎么样的建议 就是要像你选你的 选你最爱的 最爱的那一件事情 选定好 你想要你想要什么样的行业 你今天你喜欢美食 那你可以往美食这个部分 可以啊 分享美食是不是 对 那如果你今天爱美像我这样爱漂亮的话 那你就可以往这条路 极致的找最美的事 对 然后你就是去投入它 全身的沉浸在里面 对 想办法不要被淹没就好 想办法浮出水面上就沉浸在里面 对 然后因为创业的路上你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题 对 他都会 可是你不能去害怕 这些难题 你要是感谢这些 这些难题 对 这些挫折你要去感谢它 对 你要去想说这个是老天爷给你的课题 课题 他是考验你有没有办法通过 他是想要借有这样子的问题点 教会了你一些事情 那你当你通过了之后你又更成长 你就会捷径你的目标再跟你捷径一点 对 对 所以你不要去放弃它 你不要去退缩 或者是你不要一直在钻牛角尖 觉得我没有办法 你要相信自己 是 就是当旁边的人跟环境在质疑你的时候 是 你更要坚定自己去相信自己 所以你要非常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在哪 对 这样子的话 旁边的一些人事物的一些突如而来的一些情形 时候你才不会动摇 你才不会怀疑自己说我是不适合做这个 我自己应该就要放弃了 对 这些我觉得都是不必要的想法 对 那你要先认清了自己 然后你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情是什么 那你去投入它 然后所有的挑战它都是要让你成就未来 对 对 没错 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牛牛的成就 就是从过去累积 从一个摆摊的小妹妹到现在我们成立一个品牌 我觉得是一个品牌代言人了 那有这样子大批的始终的粉丝跟随你 那有更大的使命要为他们去挑选让他们变得更美更好的一个物品啊 然后好用的商品 然后都是你想要为他们做的 这就是你当初在创业所坚持的事情 所以也希望说就是想要创业的女性朋友啊 就是要像我刚刚所说的 对 就是去爱你所选 选你所爱的 对 然后你就是跟他热恋 热恋 就会有一个结果 我第一次听到跟创业的东西 我们的事业跟他恋爱对不对 跟他恋爱啊 对啊 因为像我也会常常po现实动态 对 就是要及时的让我的客人们知道说我现在在做什么 那你是不是在跟男朋友的热恋的时候 你会常常跟他说我现在在做什么 拨我们的动态 你跟你的事业对它是一个连结 对 所以我把它用热恋来形容 嗯 很棒我感受到满满的热忱 那你才不会觉得很死板板 对 每个创业故事都是在说你要怎么做 对啊 这是基因人脉 之类的 对 我就希望用一个比较活泼有趣的方式来呈现 对 然后是一个说故事的感觉 然后来来跟大家分享 对 我们今天很谢谢我们妞妞带来的创业故事 非常的有序 要记得跟我们的事业谈恋爱哦 对对对 谢谢妞妞 谢谢妞妞 谢谢妞妞哦 谢谢 谢谢 谢谢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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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